马德忠、陈伟、赖慧玲、何广佩、汤乐文 蒋家文等主演的剧集《伤心陌生人》 剧情开始冤回曲折 历日演员齐集宣传时 也贴提大玩身份对调游戏 马晨预告稍后的情节 会令观众意想不到 而他在剧中的角色 还令很多人都很羡慕 周旋在两位女神之间 观众都觉得 我辛苦你们又不知道 是 怎么辛苦一下 齐人之福不是那么容易响 虽然他是两个人 两个人没关系 往后的剧情真是风回路转 因为原来有很多计谋在里面 不是大家看得那么简单 好像叠换身份爱情片 其实是有计谋在里面 有些局在里面 后面有很多比较激烈的剧情 牵涉到一些案件 我真的觉得马晨演得很辛苦 这部戏 是 一个人分析两国 不止的 还要是角色上演上演 所以他真的分身不到 我们的戏里面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觉得 哇 他出力 出力 实在比一般人百分之二百 出力 我剧情里经常说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二百 所以 什么都对的 马晨 没有 靓汤刚刚度过三十五岁生日 而身为规律的蒋家文 当然也有表示 有啊 他送了一束花给我 送花? 是啊 他很开心 那你的第一束花 哪一束花 他很喜欢送花给人 是啊 我会看看对方喜欢什么颜色 然后就找一个双熟的花店 去帮我包好一点 是 因为我好像没有送过花给他 所以我很想送花给他 是啊 喜欢做那些男朋友的角色 哈哈哈 咦 没有人这样跟我做 所以我反过来做 下次买给你 好了好了 现实中除了闺密之外 都做了这个男朋友的角色 是啊 平时会不会有很多 轻心事啊 或者大家会去做闺密 之前我们是不能出街吃饭 就有几个女生视频 视频召唤 视频召唤 那一排 Cover那一排 我们在家里四格 五格五格的开 是 但是那天不断 说了几个小时 是 说了这么久 是 9点多说到12点多 是 说什么 就是说少女生事 大家更新一下 因为有时我们真的 大家 因为我们的工作 不是那些很定时 或者星期六日放假 那些 我们真的不知道何时会开工 所以有时是难约出来的 何广佩今次和賴慧玲 虽然没有对手气 但她对Winky适逸的指导 就铭记于心了 你师兄有没有 平时有对一戏 一切都是由这位师姐 开始照顾我 开始 我和你们今次的电影 基本上是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 但当年我都是受理教导的 他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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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不不 当年我拍M Club 和拍财神教导 都是这位师姐教我做电影 所以我就在他那里 学了一点 就在那里教了一点 是一个全城 我的回忆里面就是大家玩得很开心 只要你那件事是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有火花出来 就一定是最好看的东西 是 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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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